日前 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提升至二级 调集后 社区恢复封闭式管理 6月19号 记者从北京市诸建委获悉 北京市保障房中心所属61个已运营工作坊项目 都已全部实行园区封闭式管理 禁止外人员出入 当天下午 记者来到一处工作坊项目实力探访 这里是北京市丰台区康伦家园 距离新发地批发市场直线距离不足3公里 16时许 郭宇芳和刘树林两名志愿者 像往常一样穿上红马甲 来到小区唯一开放的东门直勤 虽然也是租户 两人做起事来却极为负责 曾合格后 才允许人们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入园 这套人脸识别系统是2019年年初启用的 保障房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非小区人员无法通过人脸识别 因此也就无法进入小区 极大方便地对进出人员的管理 然后在疫情防控期间 人脸识别的作用代替了其他小区的出事 这样能够保证进入园区和离开园区的人 都是本小区的人 更加方便了我们对于园区的一个管控 然后也更加安全 对郭宇芳和刘树林来说 今天的工作格外多 小区现有10栋楼1800多租户 当天 丰台区组织租户们去郭公庄附近 进行免费的核酸检测 因此小区进出人数明显增多 每天两个小时 觉得很轻松 其实我们的初衷呢 就是看到防管中心的还有物业的同志们吧 也可以说战友们很辛苦 他们有时呢也都吃不上饭 喝不上水 我们就想着呢 能不能为他们分担一点 除了加强出路管控 小区还加带了清洁和消毒品次 杜选真介绍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穿着防护服 对电梯 垃圾桶 扶手等公务区域 进行全面消杀 主要消杀工作就是分为园区和楼内 然后对于重点部位 例如垃圾桶 还有电梯 这种人流量比较频繁的地区 我们是每日消杀四次 然后都是间隔 基本间隔是一致的 杜选真说 公租房小区租户以年长者居多 加上疫情原因 让人的亲友无法进入探访 生活上有很多不便 小区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就会主动帮忙 据介绍 北京市保诈房中心所属61个 已运营公租房项目 都已经全部实行园区封闭式管理 截至目前 又是一个项目 没有一个疑似或者确诊病例 应该在6月10号